大家好,我是冷人哥 今天尋人记第三集 我们会说 买了柏奥装的方建议 为什么突然间会说它呢 因为我刚刚在YouTube 看到他一年前 他开箱片 即是买了柏奥装 收脑的开箱 这条片没什么,只有介绍一个单位 但最精彩的就是留言区 在三个星期前 有个网民留言 方建议输两至三成,现在是负资产了 方建议反驳 就说他不是负资产 一大堆理由 一会儿我们会看看他们两个网民 和方建议如何蝕贱 究竟方建议现在去层楼蝕多少 一会儿就和大家揭晓 好了,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的,请帮手订阅 请赞同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手看完广告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自从《尋人记》这个节目推出之后 其实留言区有两种声音 但多数观众都支持我做这个《尋人记》 觉得很有教育性,做得很好 也有百分之几 有少数观众都觉得很残忍 为什么要拿别人出来说呢? 我也是那句 有新闻价值就说了 除非有些影片我做了 例如我教大家做YouTube 但收视不好,收视不好我就不做了 坦白说 我做影片出来这么多时间 观众喜欢看,现在开心 但观众是不受欢迎的 那我就不会再做这个特辑 也有观众想我只集中说楼市 其实我就不会 一天,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那些频道 我认为会有很多不同的人说话 也有不同的节目 譬如你也看到有些楼市信箱 或者有些三十失败经 虽然不是放在这里 但是都是我说的 也有一些讲时事 我自己也有讲时事 如果你只喜欢看楼市 其实你可以选择看楼市 如果你只喜欢看楼市 你就只看楼市速递 或者英港楼市信箱 或者有一些楼市分析 譬如我有一条片 我不是讲的士路 那一条片是很受欢迎的 现在差不多12万观众 如果你觉得 你不想看的 就不要看 坦白说 我一定有立场 大家也都知道 每个人看一件事 一定有立场 不会没有立场 如果没有立场 就不要看 很多YouTuber做事 都是没有立场的 例如我说这个楼市 有什么因素 那楼市便会升 有什么因素 那楼市便会跌 那就结束了 好了 再几个月后楼市真的跌 我之前也有说 有这样的因素 所以楼市跌 为什么他们做楼市节目 做得不好呢 就是 不好的意思 就是不受欢迎 为什么拉人哥突然间 在这两年打了上来呢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自己立场 就像上书大人那样 风吹在哪一边 就放在哪一边 那就死定了 我的风格就不会改变了 既然你们只喜欢看楼市 你们选择一些节目来看 就不要全部都看完 那你不介意拉人哥说什么 我也看的 那就看看拉人哥的节目 好了 先说回方建宜 在三个星期前 有个网民叫Danny Chan 就在方建宜那条开箱片 这条开箱片都一年前 就留言了 Danny就是这样说的 其实一年后 已经跌了两三成了 再觉得一年后 就跌多三成了 这层楼一早就成为负资产了 那方建宜就回答他了 他说 倾台用我copy and paste 日前的网友学术分析下 何为负资产了 大众普遍作为 物业价值一旦下跌 业主积成为负资产 但其实负资产 简单意思就是 物业低于业主向银行按揭的借款 下面那些我不能读 不过我想想 方建宜 其实是看错了 Danny 说了些什么 我相信 方建宜在这层楼做按揭 当时应该没有放宽 应该当时 买的时候 是不是20年 还是21年买 好像是20年买 还是21年买 那时候 他层楼应该超过一千万 只可以借五成 方建宜这层楼 应该在银行借了五成 而 Danny 的意思 不是跌了两三成 之后 会变为负资产 而是跌了两三成 之后 一年后再跌三成 即是跌了六成 跌了六成 跌了六成 就真的有机会变为负资产 所以 方建宜 误会了 Danny 以为跌了三成 就是负资产 方建宜继续说了 其实我也有留意这个拍奥装的二手成交 意外地 不算令人心灰 我看它不算令人心灰 有些拍奥装就亏了 亏了几个百分比 有些亏了几个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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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有时还有惊喜 有些亏了 我并非专家 但希望这个 显钱的解释 让你明白更多 接着Danny 回答他 说到最后 层楼已经跌了二、三十百分比 就算不是负资产 也是老乘了 Danny 这里 可能没有看到拍奥装的成交 暂时未有跌到二、三十百分比 二、三十百分比 就应该整体 香港楼价跌了二十百分比 这个就是事实了 接着方建宜反白分 Danny 说 我本来也很怀疑这家屋的市值 于是上网看一看 这半年拍奥装的现手成交 有些再涉3-5% 离场 又有人竟然赚12-15% 暂时看这个赚蝕相弱的 都挺意外 下面那些不说 下面那些 都是他再谈一些 好了 到Danny 反驳回去了 说的是半年前的事 投资了这么多钱却没有回报 再下去也是虚钱埋单 大把钱就当交租 接着方建宜回去了 半年内 上网看看 下面这些都不读 他又是说他有什么财务自由 所以想退休 今天涉及看完 大方建宜 他们的对话 是三个星期前 我们经常都说 三个星期内 可以发生很多事 好了 其实就是昨天 昨天 泡奥庄就做了一宗竞舌的 泡奥庄有一家高层的山景户 四年便贬值了200万 我们看看这个单位在哪 这个单位就是大围泡奥庄7A座高层B室 然后面积690尺 网山景 业主在去年底已经开始放售 当时放售价是1690万 却卖不出 一直减减减减减减到1368万 才能估得出 实用尺价是19838万 原业主在2020年 这是一手 以1562万买回来 四年之间 转手 账面蝕了193万 楼价值了12% 当时1562万 当时的尺价是22600多元 换句话说 蝕了3000元 我相信现在拍奥庄 至今时今日的价钱 很多业主都要蝕3000元一尺 今天我也不知道 方建仪是多少钱 可能是24000至25000 因为很多人在24000至25000 尤其是高层那些 都是要蝕3000元一尺 这没办法 我们从方建仪和Danny的对话之中 我会看到方建仪很着重 究竟现在二手成交是做什么 他没有错 但他错了错了 你是买了新盘 新盘最麻烦是什么 不是现在业主买出来的热手成交 最麻烦是发展商如何处理货尾 你看证实 飞扬一期卖出来多少钱 飞扬二期卖出来又减了18% 好了 接着飞扬二期的货尾怎么办 再减了20% 你想想减了多重要 你知道吗 现在新世界的炮壮仗 还有400多货 这些货尾 究竟他卖多少钱 我都和大家说过 如果他在财爷设立当时 卖2万元一尺以上 是卖到的 但今时今日 2万元一尺 他卖不到的 所以方建仪要害怕的 不是说现在二手 即是哪个业主亏多少钱 而是新世界这批400多货 究竟卖多少钱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当年拍奥装开卖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契德多少钱 契德卖 我们不要算那些豪宅 就是普通契德的住宅 是在卖24,000-25,000尺 是二手成交 还有二手成交 其实拍得住拍奥装的价钱 可能还要比拍奥装贵少少 好了 现在新世界又怎样 跑道区 17,000尺 17,000尺 他应该要亏 亏了 亏了他就会卖出来 好了 究竟拍奥装 他会不会也跟拍卫心 买17,000尺 如果买17,000尺 我想想 所有这三期 有三期的拍奥装 三期业主 全部都是输了钱 每个都是输钱 未必是负资产的 因为有些业主 现在我们的妹妹 技术都是负资产的 因为业主负资产 负资产 负资产 始终是有资产的 究竟你们输了多少 就要看看未来 新世界 这400多元的货尾 究竟是卖多少钱 如果今次拍卫心 买17,000尺 都卖得不好 我相信 新世界推出拍奥装 这400多元的货 买17,000尺 都卖不了 因为理论上 启德的价钱 比拍奥装 要比拍奥装 少少少 你可以当它相同 新世界 在启德的项目 都可以开出17,000尺 而拍奥装 亦有很大机会 可以开出17,000尺 我想 它不会开出2万 那么笨 因为开出2万 其实是卖不到的 只要自己卖 因为一卖不到 后面的东西就更加难卖 大家看看 新鸣机的教法 很多人打算开出高价 谁知道真的卖不到 卖不到 卖不到就站在那里 又收回 而今天二手成交 被拍奥装 淋了一泡烂水 因为大家也看到 方杰尔素的资料 给大家看 亏了亏了几个百分比 但突然间 亏了12,000尺 亏了3,000尺 那就麻烦了 新世界看到 19,000尺 不能开出 要么是19,000尺 19,000尺 19,000尺 不能开出的时候 就会怎麽办 开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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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相信 如果这些黑新世界 拿出去買 应该和卖卖卖心 一样是开17,000尺 但开17,000尺 你们整班 卖奥装业主 都要输钱 因为当时很多业主 应该都有超过八成 都是选择建期 今天卖奥装 是否去年入伙 去年入伙 很多人都可以选择 八九成按揭 或者七成按揭 好了 如果真是 新世界可以 17,000尺 这个白奥装 那就麻烦了 你当时做七成按揭 那些人 都会变为负资产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听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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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